一壁盒 正常沒有戴 後面一盒就抓去吧 开工第一天 火气却很大 女子想搭北京地铁上班去 没戴口罩遭工作人员拦阻 当场气的发飙 我健康的人戴的是口罩 你是不是都有肺炎 你没有都有肺炎的话 正常给我原料 我不想被你传染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北京地铁严正以待 不只要求乘客得戴口罩 还严格执行六小时换气一次 更利用AI测量体温 每分钟可检测300人 必要时采取限流 每平方公尺不能超过三人 但不少公司行号 改在家上班 人潮明显比往昔 少了一半以上 而北京街头更是冷清 明明是上班的交通尖峰 过去塞车严重的路段 统统变得好顺畅 为了防堵疫情 北京政府更在8号宣布 进入半封城状态 社区村庄采取封闭式管理 人人得戴口罩量体温 进出要登记 快递外卖送指定区域 尤其是外来人口管理 疫区回来的落实执行 居家观察 就是只要进出小区的话 就是都要量体温 然后要给你一个牌子 然后进去你进去小区 有些小区更严格的话 他们是会有一个 像帐篷的东西 你进去的话 就是会有稍微消毒一下 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尤其餐饮百货 北京禁止民众聚餐 商场要求不能在店里用餐 只能外卖生意大受影响 尽管大陆官方表定 10号开始上班 但由于外来人口不少 许多人老家封城 回不了北京 加上企业让员工在家工作 让春节后的北京城 少了往昔的热闹喧嚣 格外空荡荡 记者李宗芳综合报道